今天给大家带来占卜主题呢就是 你还能和曾经深爱的他再续温情吗 下方呢有四张牌分别是A B C D 心中默念占卜的问题 从下面的牌中选择一张感觉最强烈的陶罗牌 好相信大家已经选好了 下面呢我们就开始陶罗牌解析 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张牌 这一张牌呢是宝剑六 这张牌呢表示说你们的感情可能回不去从前了 你们分手已经满长一段时间了 也想清楚了这段感情的问题所在 你们的感情呢可能处于一个磨合期 当时发生很多矛盾的时候呢 你们不懂得如何解决 造成了你们对彼此越来越失望 其实呢你们都放不下更多的是不甘心 可能在一起没多久就要分开了 也许呢你该换一个角度看看 试着去跨越自己的心理执念 你会发现未来你会有更好的选择 让你去挑 选择到你们的感情是否就到此结束了呢 你的下端恋情会再何时出现 可以关注老师的公众账号塔罗关心 老师呢会为你为你进行一对一的详细三步 好我们来看第二张牌 这张牌呢是权杖四 这张牌呢表示说你们的感情已经处于停滞的状态 你现在对对方死残烂打或者发了无数条信息给对方 可是呢也没有得到对方的一丝回应 他呢可能对你的好感度呢已经没有了 而若是你挽回对方的方法不当 当他哪一天彻底受不了你的行为 你很有可能会被他拉入黑名单 所以呢你要正确的把握时机 不可以去盲目的去挽回 想知道你该如何做才能挽回对方的心吗 对方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可以关注老师的公众账号塔罗关心 老师呢亲自为你详细占卜一次 以上两张牌呢已经解析而完了 我们来看第三张牌 这一张牌呢是圣杯7 牌面显示呢你还是可以挽回对方的 只不过呢需要等待时机出现 老师建议你呢不妨给彼此一点冷静的空间 等你们想清楚你们感情问题的所在 也许呢你们就可以进行一次很好的沟通 也许你们曾经说过很多伤害彼此的话 但是相信你们还是可以感受到 那是对方的无心之失 若你们还想重温旧情呢 不妨主动出击 给对方看到你们各自的诚意 那么你们离复合呢也就不遥远了 想知道如何拉近你们的关系吗 你们复合的关键又是什么呢 可以关注老师的公众账号塔罗关心 老师呢会为你进行一对一的详细占卜 好我们来看最后一张牌 最后一张牌呢是新币6 这张牌表示说呢 你们也许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 使得你们对彼此产生了隔阂 但是呢你们感情最大的问题是 双方太过自我了 也不懂得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 你们也许花更多的心思 在对方身上 对方呢与你一样有复合的想法 只是碍于自的面子和自尊心 所以呢没有主动去找你 你们可以选择顺其自然 但是更好的办法呢 是试着给对方一点复合的希望 这样你们的这段 这样你们知道彼此的新意义呢 复合也就能够顺理成章了 想知道你们是否会复合吗 可以关注老师的公众账号 塔罗关心 老师呢会为你们详细的赞补一次 好了本次的塔罗牌解析呢 已经到此结束了